屋嶼處子與居民商討後 知道有市民擔心簽出期會太長 所以拋出新方案 決定暫時不清拆露台 改為遺風和用支架支撐露台 再展開加固工程 繼續在唐樓主體抽取樣本化驗 但由於加固工程要用到大型機器 所以處方會如期在星期五向法庭申請封閉令 居民要先搬走 等處方完成匿測和加固工程後 才可以回到單位等候報告 預料簽出期會較原定的五個月短 而封閉令實施後 居民可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返回單位取回財物 10名居民和地鋪的租戶 就到立法會申訴部 投訴政府處理失當 要求合理賠償 我們地下租回來是做生意的 如果理想屋的租戶就有個中轉屋 你將來拆樓有賠償 我們做地步的轉室有誰負責呢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訴求 我發言很簡單的 一個月前通知我都無所謂 但你無理由無端端我一天起床 8月22日起床 我到街上見到你的記者 我問你的記者發生甚麼事 沒有 封樓 無論如何 幾多天了 八天 有誓以舖店主說 舖頭的機器大 即使屋宇署允許他們在週末返回單位取回財物 他們都搬不到 因而協助他們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毛孟靜就指 已經去信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要求屋宇署暫緩申請封閉令 又批評屋宇署通知太闖絕 希望當局合理安置居民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王嘉林報導